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 Berlin,農学 settled下院,彭彭出家在深入 correlation 千万多个声音出来,不消失 even if you built up next to the infection 明天成佛, among men and to theistä on the bridge 彭博出家的信息 以 Apps to the bridge случае,这世病以来没有圆满 没有成佛 人们的成功 证得无少证得 不能说是没成就 那这一世 我是举个例子 那要不拿他去 他这一世假如没有 就算是你下一次下一次吹了 但这一世的惠谱还在呢 就是说你的孩子 记点假如去府里面给他烧纸 还是烧着这一世那个惠谱 那个惠谱有时候还能感应出来 跟他聊天 而且是以这个形象出来的 而不是你吹到的那个形象 而且还是他的妈妈 然后这个妈妈还能跟他说话 然后告诉他有些事 有些事还能安排 好像这个妈妈还在那 还在那个风里 信息是不灭的 我过去生生世世的信息都在那 你做了多少辈子的 什么什么什么缺在那 就算你明天成到了 那些也是你的花生 不是说一成到了 那生生世信息就消失了 不会不会 比如说假如说我来人到 假如说八十世 那这八十世都是我的化生 但是假如说我成到了 我以修正无上证的这种成到 那每一世我有我的倦属吗 每一世有吗 那每一世的倦属 如果说我成到了 那么他们不管是进入我哪一世的倦属 我都能以正得正确的身份跟他说话 而你是不可以 你是每一世以每一世的角度跟他说话 那就是他看到我上上上上某一世的那个倦属跟说去那个坟里面基点我的时候 那那个东西那个那个那个 假如那个图像出来的以后 但是那个图像也能试卸正等正确的身份 就是成到就是能这样试试 就会穿越 你只要波及到我的任何一个化身 它都会穿越过去 就马上会沟通 接通 但是如果你成到了 当然说你有十地的国位或者九地 也就是说我这都是比喻啊 不是说我比你高啊 没有啊 就是比喻 就是你十地那可能有十地的正量也可能会感应过去 八地觉得有国位正量也是可以 但永远起作用 而且你那个信息啊 你的信息在这个坟地里面会对你的后代 如果他们基点或者什么表示恭敬啊 什么他还是有有互相影响的 嗯 就像你看有些会看风水的 看风水的时候看那些坟地的 风水的 说哎呀我祖辈 他不是坟很多吗 我祖辈在哪没 说说这个祖辈这个坟被水淹了 或者是被虫子咬了 或者出事了 他有些会看风水的 就是哎呀你的祖先里面出事了 然后你就会波及到你正式 正式一件长子啊 一些家里的人 看那些风水的就会说 哎呀你要去坟里面弄一下 那你要学佛就会说 哎呀我 我那个爷爷是不是早就投胎了 怎么还会影响我呢 是不是 是但是看那些的信息还在那受影响 嗯 然后呢你跟他有直系的信息上的这个缘 你的缘 这就是说缘了 血缘 你跟就像 就像在哪会破别的 就是会破 会破假如已经投胎成佛了啊 那他这一世的这个这个这个他的他的孩子去寄点他他在墓里边 没他出来以后这个孩子跟这个会破是有血缘关系的 他跟里里投胎那个没有血缘关系 哎但跟这个是血缘来的 那他就会有直系的这种系统的血缘系统的影响 嗯 他的信息受干扰了 他的信息受干扰了 就是你的风地出问题了 风水上受干扰了 也会搏击到 因为你们是一个系统嘛 是整体有血缘嘛 这个血缘就等于一个互联网 你在某一个互联网的一个地方的受影响了 就搏击到了四年 跟他关系最最最最 为什么有时候家里几个孩子说 哎长子受一下了 第二个孩子受一下 是因为那个孩子跟他的缘分最深 嗯 就是就会 可能跟他好几世的缘分 哎 就是这样 这个是看那些风水的人经常做的 嗯 会有影响的 老师 这样讲 其实我们学佛的人 也不必要特别排斥这些风水 就相当于把它当中一种 就是物理事件 你可以借用它很多东西 有意义于你创造一个比较和谐的环境 是吗 我没说排斥风水啊 不是说它是小说啊 好像一说这些就觉得 不是学佛的很多人 后来的祖师也不让你搞 这些是说 这些都是虚妄的 连三切大切世界都是虚妄 你赶紧成佛吧 成了佛回来再说 成了佛什么什么法律都可以用啊 风水啊 一经八卦这些都可以玩啊 都是善巧方便 但是你要是拘留 就是怕你去把全身性的经历 这些东西神神秘密的神神叨叨的诱惑你 然后你把全部经历放在这些 看风水啊 算卦算命这些事情上浪费你生命嘛 因为这些解脱不了轮回 你彻底帮不到他 就是我帮他看风水 我把他目的整好了 也帮不到他家族啊 帮不到太多 那皇帝那会儿呢 林木都市看的风水多好呢 你看哪个皇帝最后 传宗结代的生生世世到皇帝了 都是看的传万代的 没准就两代三代就灭了 那风水多好 皇帝选的风水都不是宝地嘛 他帮不到他 光那些帮不到他 所以佛陀也考虑过了 释迦牟尼佛当年说帮啥呢 帮众生解脱 最后他觉得帮众生最好的 还是把你从心性上的 从轮回中解脱出来 叫根本就度嘛 其他的帮你都是资资默默的 都是暂时解决你的一些 他不是当医生也行啊 他当医生可以解决你一些病苦啊 那众生觉得哎呀蛮好的 你解决 但是他知道你今天帮你解决这个病苦 明天你那个病又出来了 或者你 如果这一世我帮你说 哎呀不行 我教他点时成经吧 让他富有啊 让他开心 众生反正富有了就开心嘛 是不是 但是他会觉得你这一辈子 假如从生到死 他帮你全部是很富有的 好 你很开心 娶了500个老婆 然后呢 哎呀又富有啊 什么都有 你开心好 你死了去哪儿不知道啊 是不是 没准你就掉在地狱到了 你就把三报想完了嘛 是吧 就 甚至就是说给你娶500个老婆 给你 你想要啥 给你啥 你就快乐了 有的人还是不快乐 说500个老婆 没一个漂亮的 我能不能再找一个更漂亮的 是吧 他500个 又又又又都哪个也觉得不漂亮了 腻了嘛 所以他永远不开心 所以这个帮不到 所以佛陀想完了 想了想来 怎么也帮不到 最后还是把他从楼海中解脱出来 先让他暂时受点苦 吃吃戒啊 做做啥 然后这个是真是对他好 然后让他自己出生 是解脱出来 靠神通 靠佛的功德 靠神通 帮不到你 真的是 你还能自己最后解脱 那说这样成道以后的话 其实不用学这些什么 都会知道 因为就是这种宇宙慈善的信息 所以你瞬间就能找 这会儿也刺别 不用学那样 很多东西会一了百了 就是稍微简单的去探索一下 就很容易了 就学起啥比较快 因为你学啥是俯事 你站在最高点俯事嘛 你看学局的 学啥还是把 把头尾都看见了 然后你去 在探索中间的 你愿意的话 就快一点 有些人世界的书语啊 什么 你就很容易介绍了 只是学得轻松 而且有些 比如生理的奥妙啊 比如医学这一块 还有很多 就是你要在佛学上 正导空性智慧 真的是都会 都会痛它 他们只是解释 和一个表达的面子 因为摆在你面前 看清了 就不是 他那就不是学 那之间就知道 就是知道 天文地理的也就是 这一块儿都会有什么 是 这一块儿都会有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